这次大选令我最惊讶的不是拜登险成 而是特朗普竟然再次颠覆了众多民调 获得了高达7千多万的选票 这个事实加上拜登胜出对邮寄投票的依赖 清楚地表明没有中国病毒全球大流行 特朗普将会无可阻挡地获得连任 而我们都知道2020年发生的中国病毒全球大流行 绝非自然或者偶然事件 而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的影响力 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在我印象里面 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好像中国那样 能够对美国国内政局的演变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这样就迫使我不可以不对涉及美中对抗的一些重大问题 做出更加深入的思考 尽管特朗普的性格和作风令到很多人都反感 尽管他在防疫方面出现了不少的失误 但仍然有超过7千万美国选民投他一票 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呢 这样说明他们支持特朗普的政治革命 支持特朗普直面美国面临的更加重大的挑战 特别是来自中共的严峻挑战 而拜登的胜利 就并非是因为他对美国未来有更加令人信服的愿景 更加不是因为他好像列根那样 有突出的执政历历和经验 拜登的胜利是来自这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混合体 这里里面有很多对特朗普的人格和风格极为反感的政治人士 但也有美国种种弊端之身的既得利益者 更加有很多只是看重眼前利益的普通老百姓 这个这样的组合 若不是因为中国病毒带来的疫情是难以取胜的 也正正因为这样 这个组合也不可能支持险性的拜登 和分裂的国会推动任何实质性的变革 更加难以支持美国应对中国的系统性挑战 而是给予了习近平一个十分难得的诠释机会 美国大选这个结果 令到很多坚持自由价值的中国人 和各地华人感到极度失望乃至悲观 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制造的病毒肆虐全球 反而令到特朗普 啟动的美国政治革命遭到阻击 历史竟然以这样的方式来去作弄人 在年初武汉封城的那一刻 任何人都想不到 历史的这个奇变 固然是有很多偶然的因素所造成 但也有深刻的动力根源 那个就是来自文明冲突的动力根源 中国学术界的恶性竞争 有可能是中国病毒 横空出世的真正原因 而在中国的体制和文化背景之下 这种恶性竞争得不到抑制 反而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资助 导致了不压于生物战的灾难性后果 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 理解到这种文明冲突的巨大挑战和风险 但美国还有很多人不能理解这种威胁 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有一大弱点 就是容易只是顾眼前而不顾长远 因为后代人没可能在场投票 制约这种不良倾向的 是地方和社会自治的文化积淀和传统 托克维尔早就认识到 美国民主有自治社会和文化的支持 但正如一些学者认识到的这样 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 已经威胁到美国民主 赖以支撑的文化和社会基础 美国社会互信遭到了侵蚀 在这种情况之下 开放邮寄投票结果是灾难性的 虽然中国的专制统治 可以借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来续命 但正如马云已经认识到的这样 这样的中国不会有前途 问题是中国一定会输 不等于美国一定会赢 这样就是为什么我看到特朗普今天 得到了比奥巴马当选还要多的选票 感到一点安慰 7000万这个数字告诉我们 特朗普启动的美国政治革命 虽然遭到了中国病毒的阻击 但人还在 心不死 因此自由派不应悲观失望 这是梁京的评论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我是赵子豪 niż转入人口 无物 哲 帮 no Hawaiian 黄 混 无物 人 Kitty 小